海拔四千里的高原上,藏牢森吉曾和他患难与共,如今面对生活压力,他是否做出新的选择,讲述给您带来虎部和森吉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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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年前,瀑布从朋友手里买来刚刚降生的森吉,长大后的森吉曾在瀑布生活最低谷的时候帮助他走出生活困境。 生活有所好转后,森吉还曾经对瀑布的儿子有过救命之恩,瀑布并没有做出决定卖不卖森吉,他要和家里人商量,但这对于瀑布来说真是很难开口。 我天天天都拉到山上,拉到河里,拉到河里,拉到哪个地方去,我有这样的状态,我挺熟的。 家里人一过来,他就尾巴咬着添着,挺高兴的啊。 反正就拉客人就是什么强东西啊,头东西啊,他就赶紧就这个。 你就喜欢上了吗? 嗯,哎呀,跟家长一样吧,这个人。 要是他就那个神给的,要不然他就,就这一咬下去,他就放不开。 你就来主人就他就放不开,就这样,挺忠诚的他。 这就我就喜欢上了。 藏傲天性忠诚,一生只忠于一个主人。 是高原上慕名寒家护院,放牧牛羊的好助手。 十三岁时,瀑布没有了藏傲的陪伴,他远离了放牧生活,到外面打工,给别人开车。 快三十岁的时候,他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把家安在了玉树县城里。 今年,儿子高涨小学,开销增大了,而一家人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经济状况,瀑布也想多挣些钱。 所以,当有人出高价,要买森吉时,瀑布也有些动心。 但是,森吉在他心里,毕竟不同于普通的藏傲。 他特别喜欢我父母,儿子和我,真的,特别好听话。 每年的五月中旬到六月下旬,积雪刚刚融化,正是采收冬虫夏草最佳积极。 玉树周边的乡村家家户户都在山上采拔虫草。 瀑布决定好好利用这个时机搏一把,到雾民家中收购些虫草拿去卖。 几十公里外的浙家牧民年年都挖虫草,但是在瀑布来之前,他们的虫草已经被别人收走了。 他们家有没有虫草,新鲜虫草? 他说没有,今天早上带走了,人家瘦走了,现在咱心没有。 你来吃了? 嗯,我来吃了,然后我们去进山,咱们进山。 虫草比较少,年年都,明年都少,明年都少,长得少。 你看牛,下小牛。 今年的虫草少,价格高,这是瀑布已经预料到的,它只能再往更远的山里走。 没有收到虫草,瀑布有些郁闷,但是刚上路没多久,它又突然兴奋了起来。 路边的牧场上,一头牦牛刚刚产下幼崽。 在牧民眼里,看到牧牛下载,代表好运气。 海拔越来越高。 海拔越来越高。 是吧? 对。 海拔最高的点是多少? 最高的点,学校上一去的话,那就是将近四千八。 考虫草,还有高老藏,还有在牧场里面有牧场班。 考牧区吃饭班。 在玉树,大部分家庭一年中最丰厚的收入,都来自这短短一个半月的虫草采麻迹。 这户人家全家出动,来到这里采虫草。 已经驻扎了十几天,一共采到了一百二十根虫草。 瀑布打算把这些虫草全部买走,将来他会选择好的时机,把它们卖给外地来的商人。 这是最好的也不是,就中东的,要一百一十块钱说,一个。 最好的这个多少钱? 一百三十,二十,就这么个左右说。 这是最好的嘛。 它有醋,又长,又颜色黄。 颜色越黄越好嘛。干豆好嘛。 你不用挑吧? 不用挑,就按根来算。 按根算。按根平均我给一百。 平均? 你跟他讲了吗? 嗯,讲了。 他说要一百一十,我说一百。 他说行。 我还是一千个。 我一定要第一千。 瀑布跑了一天 也仅仅收到这一百多根虫草 多数情况都是空手而归 眼看短短一个半月的虫草采花季 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瀑布琢磨着 自己也要在这难得的虫草掏金漆里 多少采一些虫草 这段时间 瀑布的儿子赞猪也放假在家 孩子也是采挖虫草的好帮手 瀑布决定带着儿子 到十几公里外的山上挖虫草 五天前 瀑布的妻子桑丁 已经住进了更远的山里去挖虫草了 因为家里有老人孩子 而且还要照顾藏熬森吉 瀑布并没有和妻子去那么远的地方 在去挖虫草之前 儿子赞猪想要和他带着森吉玩一会儿 瀑布答应了孩子的这个请求 因为一家人都没有工作 瀑布常年在外奔波忙于生计 他很少陪儿子玩 赞猪今年六岁 三岁的藏熬森吉从一初生起就和赞猪在一起 他们一起长大 看着陪儿子赞猪一起玩的森吉 瀑布不禁想起了那天有人要高价买森吉的事情 卖掉森吉一定会有务肺的收入 但是森吉对自己家庭的意义却是不一样 他早已是家里的重要成员了 一年前儿子赞猪在河边玩耍时不慎掉入河中 当时森吉正好和孩子在一起 小孩不是河边玩的吗 人都河里去了 那个藏猪把他捡进来 就把人捡进来 那勾去谁啊 森吉舍命把孩子拉回到岸边 没有被湍急的河水冲走 从此以后 赞猪和父亲瀑布一样 把森吉当作自己的家人 大头 tay的就 你 来 在看你的 鸡 住 住 走 十 工作忙碰 我各方面都有十分 我没得时间啊 你们俩都没时间照顾他 我媳妇照顾有时间 上房学的时候大送着 接送着 你跟儿子平常交流多吗 交流也多 但是我出来带的很少 他特别喜欢我儿子和我 真的 特别听话 你得 你得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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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如履平地 没有路的地方 他们悬崩全体战斗 讲述带您走地 绝地悬崩中的战斗 第二天一早 瀑布带着儿子赞猪出门了 这是六岁的赞猪 第一次进山采挖虫草 外婆还是有些不太舍得 挖虫草的地方 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这算是比较近的采挖地了 进山的入口有一个保护站 瀑布先要到这里 缴纳上百元的草皮费 然后才可以进山 为了保护本地人的收入 同时为了保护脆弱的藏区生态环境 在虫草采挖迹 许多山口都设有这样的保护站 虫草生长于海拔3800到5000米的高山草垫上 从海拔3000多米的山脚下爬到虫草生长的地方 要抬升1000多米 这一段路 土生土长的瀑布父子俩走得气喘去世 用了将近两个小时 东虫下草是一种真菌 是一种特殊的虫和真菌共生的生物体 在广袤的草叶上 它们实在很不起眼 露出地面的部分 只有四果粒 和各种杂草混生在一块 不过父子俩 需要玩想腰 或者跪下来 掩贴在地上 地盘式的搜索 才可能有所得 昨天两个吧 昨天两个 那咱往前走 在最多的是600 你呆了多少天了 10天了吧 10天了 一共挖了多少个 一共挖了多少 一共也30多 30多啊 爬了一个多小时 瀑布才发现了第一根虫草 挖出虫草后 瀑布让儿子把草皮及时覆盖好 保护好 给予自己财富的土地 是每一个当地人的习惯 它是草皮 包括草皮 草皮不是烂了的话呢 就是每年都挖着 不是草皮烂了吗 弄压一下就没事 还要明年跟这个草台一样 还要挡草 在玉树 几乎所有人都是小时候挖着虫草长大的 孩子往往比大人更善于发现不起眼的虫草 瀑布打算 这一次交汇赞猪挖虫草 这样家里就多了一个挖虫草的劳动力 明年开始让它挖 今天能虫草啥样的人 啥样的 啥样的虫草 你能看见就行 它就啥样的 它知道就行了 在明年开始可以挖 明年开始我家有两个人挖虫草 我叔叔听到他 但是虫草真的是很难找到 大半天的时间 瀑布父子俩才发出四根虫草 虫草价格越来越高 虫草越来越少 那时候我小的时候一天挖四五十根 价格那时候没有这么高 而在山上的其他人 也没有更大的收获 差不多五个今天 五个 每个人都两个三个 差不多五个 咱就挖了四个多小时 算是挖的多了还是少的 多的了 三个多的 这么多人 咱就这四五百个人 一个人三四个还不错了 三四个的话才四百五十 四百五十五百 就这么多 你那那个兄弟呢 你挖了几个 挖了三个 三个 满意吗 满意吧 一半 挖的一半 按要正常的话 能挖几个 一天就七八个 十个左右吧 七八个十个 嗯 这个中处真的不容易挖 正因为附近的虫草很难挖 所以几天前 浦布的妻子桑丁 已经住在了更远的山里 采挖虫草 今天浦布得到消息 妻子刚去几天 就被迫停止了采挖虫草 浦布要赶紧去看看 出发前 浦布特地到商店 给妻子买了些 他最爱吃的水果 赶紧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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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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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